我們來看一下,如果說限制只能拆三次的話 有沒有,畫一冒號,畫一冒號顧名思達 一的話指的是 True 所以你這邊也可以打 True 也可以打 True 的話就是一直是真 微真就是跑到這個底下 執行底下的動作 這個畫一冒號主要是說 反正意思是說不斷做 所以如果不斷一直做就對了 那你裡面,回圈裡面勢必一定要 Break 如果你沒有 Break 就跳不出來 所以一般我習慣,反正我現在不知道寫什麼的話 開頭就寫畫一冒號 反正一直做就對了,畫一冒號蠻好記的 有沒有,意思是說一直做 然後但一直做裡面的話,你要給邏輯判斷 有個地方要 Break 掉,就OK了 所以有時候其實還蠻好記的 有沒有,但是我們現在如果不是要他一直跑 而是跟他講說,你幫我跑三次 三次沒猜中,很抱歉你就不能再猜了 這地方該怎麼改 OK,所以你要慢慢習慣說 從哪個地方找到你要修正的地方 然後把它改成他對的那個結構 他就幫你把你要的那個效果給做出來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有時候,這當然好,第一個你還是要熟練 因為你如果不熟練的話,說真的 你要改,常常會改錯 其實改,只要打成是我發現 當然你如果剛開始一直發生錯誤是很正常的 沒有人說一下子就非常熟練了 所以你要能夠慢慢克服錯誤修改,錯誤修改 然後到慢慢你不會發生錯誤的話 你會發現你越寫越順暢 但是這是需要時間的 絕對不可能馬上就可以寫得很順暢 你不要以為每個人寫一下就很順暢 沒有啦 我們當然不可能說秀給你看 你看我一直錯一直錯 我明天要打對的啦 上課一定只能打正確的 只是說呢,還是不斷要嘗試就對了 那怎麼做? 一,我就把這個畫我一冒號把它註解掉 因為我不需要用跑那麼多次 那理論上,當然for i 如果要讓他跑三次的話 可以了吧 跟他講說for i in range 你就是給他一個清單 這個清單的話就一,跑到四就停下來了 也就是說他跑到三 所以一,二,三,三次了 他就結束了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只是說呢,當然你可以試試看 最好是先把答案先看一下 這樣的話可能比較好試 因為你如果已經預先知道答案的話 那你會發現有沒有哪些有bug 那如果說啦,理論上我就 一,隨便猜,第一次,第二次 第三次如果猜對 當然理論上恭喜答對,沒有問題 猜對都沒有問題 猜對都沒有問題 可是有什麼狀況會發生呢? 你可能要試 如果我讓他一直試 一,二,三 如果還猜不對的話 那理論上應該要出現什麼? 出現說很抱歉 你只能猜三次 但問題你現在按enter會怎麼樣? 他會跟你講太低了 因為他底下邏輯沒有我剛剛講的這個 有沒有 你已經猜三次了 最多只能猜三次 然後順便比較貼心跟他講說 你的答案是冒號 把RND的這個變數值丟出來給他 有沒有 這樣比較貼心 可是問題 下面這三個沒有這個邏輯 所以理論上 我們就需要怎麼樣? 在這三個裡面邏輯 再增加一個邏輯判斷 再增加一個 也就是說 要不就是你再增加一個LF 要不就是說直接加一個F 比如說我今天好了 我現在再投好了 所以我要怎麼再增加一個邏輯 我把第一個叫LF 然後上面的話 好 有沒有 那因為一定要有個EF 所以我開頭再有個EF EF什麼狀況呢? 底下的話就邏輯 我剛剛講 如果什麼 他已經猜了第三次 那我怎麼知道他猜第三次 當什麼呢? 當I的值有沒有 等於多少 第三嘛 一二三 等於三的時候 有沒有 而且 AND 他猜不對 猜不對的話應該是什麼? G就是他猜的嘛 等於 這個是想等對不對? 如果不等於的話還記得吧 對 請看號 不等於什麼呢? RND的話 好 再加一個冒號 冒號是做什麼的 做什麼事呢? 那我就怎麼 Enter一下 OK 做什麼呢? 那就跟他講 print 因為他已經第三次了 然後而且還沒猜對 上面的敘述 有沒有 他第三次了 而且沒猜對 就是這樣子 而且 AND 沒猜對 G不等於RND 有沒有 所以我其實還蠻 蠻口語的啦 只是說你要習慣這種 敘述方式 OK 他做什麼呢? 就是跟他講說 最多只能拆三次 所以底下的敘述 最多只能拆三次 好了 然後答案冒號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貼心一點 順便把答案怎麼樣 把它串在後面 然後加個什麼 啊 乾脆加豆點算了 豆點就不用轉型了 豆點 因為如果你串接 你必須把RND加個STR 但是如果豆點就是 意思就是第二個參數 那我就直接把RND加在後面 這樣就可以了 豆點RND 就是把RND放在前面的支串的後面 中間他會跟那個加號不一樣的地方 串接中間沒有空白 但是如果豆點會多一個空白 把它試一下也會看一下 OK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如果他已經拆三次了 而且還沒拆對 然後試一下 怎麼知道OK 一樣嘛 所以我們避開5 第一次1 第二次2 第三次3 那剛剛這個第三次不OK 那現在的話 因為是 當什麼呢 3的話 意思是說 他現在I的值等於3了 而且 兩個 因為他的值是5 我故意把它print出來 然後他裡面的值是3 兩個也不相等 所以這個為true 這個為true 那就是print底下的 如果可以print底下的結果出來的話 那表示這個邏輯敘述 是沒有問題的 應該可以懂我意思吧 所以其實 也沒有那麼難理解 反正都有固定的規則 enter一下 有沒有 最多只能拆三次 豆點 答案 我跟你講還冒號一下 冒號 然後呢 後面呢 就是rnd 就把rnd的結果丟過來 頂多是因為豆點後面 他會兩個資料 會串在一起的話 這邊會多個空白 就多這個 其實不影響 只是說跟各位講一下 這個地方可以這樣寫 用for回圈來寫 可不可以 可以啊 另外其實也不見得說 你說老師 那我可不可以不要用for回圈 我用壞回圈可不可以 其實也可以啊 當然你就是要在壞回圈裡面加一個變數 那個變數就是每每 你回答過一次 你就要把它加1 回答過一次就加1 當這個加1的動作呢 他已經到了 比如說跑一次 你如果寫下面的話 加1一次 兩次 到第三次的時候呢 那你上面就做一個邏輯 如果那個變數裡面的尺 如果已經等於3的話 那你就一樣 跳這個訊息 最多只能猜3次答案為 然後後面加一個什麼break就好 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其實不見得一定要只能這樣寫 只是說這樣看起來好像 好像似乎寫這樣會比 剛剛講的用壞回圈裡面多加一個變數 用這個方式會稍微比較簡單一點點 程式寫的比較少 所以我習慣上就是程式寫短的方法 為優先 沒有人喜歡把程式寫越多越好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程式我寫的這個其實在雲端上也有 所以如果你怕找不到的話 你們可以找一下 在第三個單元裡面的第十九頁 限制只能夠拆三次這裡 這邊就有了 有沒有 復回圈 我剛剛擋著 一模一樣 畫面先切換給各位 試試看 所以其實就掌握那個關鍵的地方 並且要熟悉這個程式的基本語法 該記的一定要記熟 那記熟的話 你怎麼打程式就比較不容易出錯 OK,試試看 那我也有一個 就是比較特殊的 就是printRND 如果printRND 將來正式 正式上限的時候 可能你要把這個printRND要關掉 不然的話到時候 人家都已經一看就知道答案是什麼 直接打就好了 OK 所以有的時候只是說 測試的時候 我們會為了寫程式測試方便 所以會把那個RND變數 先把它printRND先列印出來 我們再做測試會比較方便 不然有時候如果不知道那個變數裡面的值的話 你有時候要亂猜 有時候突然要猜對了 那你不是很麻煩 所以這也是測試的一種 算是訣竅吧 OK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可能還是需要有一些小訣竅 讓你的寫程式的過程 變得比較不會發生太多的狀況 然後也寫的會比較順暢一些些吧 OK 所以盡量要去想一些方法 可以讓你在寫程式過程當中 盡量不要有太多的狀況 OK 你會越寫越順手 我試一下